真的在等我的回答吗 我以为你们会跳过 迪丽热巴如今已是娱乐圈当红一线流量小花 他1992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 在2013年正式进入娱乐圈 因出演《克拉恋人》中高文一绝 在剧中惊艳的形象和可爱霸道的人物性格 吸引了众多粉丝 因此一排红 参加《奔跑吧兄弟》在里面直率的性格 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后又因出演《三生三世》实力桃花镇白富九 深受大众喜爱 从而又劝奋无数 成功几身一线当红花蛋 他凭借出色的实力斩获精英奖中 最具人气女演员 与最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两项殊荣 成为最年轻的精英女神 如今事业可以说的上市如日中天 一个地道的少数民族姑娘 因出众的外表和扎实的演技 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在前段时间热播的《你是我的荣耀》 让剧里的乔晶晶与土两个人瞬间大火 同时扮演者杨阳和迪特热巴两人 也凭借着这一部剧 一举成为了当下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 凭借着《你是我的荣耀》 杨阳与迪特热巴的演技 也再一次得到了网友们的认可 而在早前一期节目上 迪特热巴被问到 是否被潜规则过的问题 毕竟大家都认为 迪特热巴的演艺生涯如此顺畅 能够在娱乐圈快速上位 是不是接受了哪位贵人的赏识呀 没想到迪特热巴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我的老板是杨幂呀 我的贵人就是他 然后一脸娇羞的表情 这可把记者给逗坏了 没想到迪特热巴情商这么高 不仅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而且还不露声色地夸自己的老板杨幂 真不愧是高情商女神 大家都知道迪特热巴是杨幂工作室旗下的艺人 与其说杨幂跟迪特热巴是老板和艺人的关系 不如说他们是好闺蜜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接受采访的时候 一个人会为另外一个人取话筒 很体贴对方 迪特热巴能够取得现在的成绩 与他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是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 娱乐圈著名女星楼一霄 在录制一档节目中爆料 听说迪特热巴工作四年没有休息过一天 并直言自己没有迪特热巴这般的毅力 相信他的这份努力也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 这样的迪特热巴没有道理不活呀 他的付出与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看着如今事业成功的迪特热巴 大家都很好奇 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还没有找对象吗 而迪特热巴呢也坦言 经常被父母催婚 而他的回应只有一个 那就是拒绝 这个时候我妈就会跟我说 她说哎呀人家 我说嗯 让他在家里待着吧 不必了 迪特热巴表示 如今的他还想要再拼一拼事业 谈恋爱结婚这些事啊 还等以后再说吧 看到有如此拼命三郎精神的迪特热巴 才知道哪有什么一夜爆红 其实都是他们一步一个脚印 努力得来的 这样的迪特热巴你喜欢吗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哟